三招 這個叫做腳踝部件運動 第一個家裡應該準備一顆高爾夫球 志祺老師 是 我們其實如果常見的 或是是足踝部分要進行訓練的話 那首先的話 我們在家裡面最常見的是可以拿到 像這樣子一個 小球 小球 然後也可以用高爾夫球 那我這邊提供的一個是 我從我的診所邊拿過來 它是可以把我們的高爾夫球固定住 平常在家的時候 也可以直接把高爾夫球放在地上 直接在我們的腳部 足弓的位置 那可以做踩踏的動作 另外一隻腳記得要穩定住 不要整個人的力量都踩上去 那其實反而比較危險 所以我們會建議你 如果說今天是鋼灰復原的 你也可以用旁邊的椅子 坐著的方式 這個好 這個好 做前後的動作 然後去幫我們的足底筋膜 做一個舒緩 那個穴道好像是腸胃的穴道 因為有的時候好像按一按 滾一滾會跑去想上廁所 裡面那個最常按到是泳泉穴 泳泉穴 了解 這個是有效鬆足底筋膜炎 第二個是看到叫做數字踏墊 是 那像我們常常在我們的診所 或是治療所裡面的時候 我們很常會給予我們病人 在足懷部分的一些復健的動作 但是很常呢 我們跟我們的阿公阿嬤 或是我們的病人說 腳要怎麼擺 他們其實很難聽得懂 或是很難理解位置在哪邊 那所以我們就會採用 像這樣子的踏墊 好 那很簡單 好 我今天只要我的左腳 來 左腳幫我站著七 來 右腳幫我輕點三的位置 那我就可以很明確地知道說 他的角度 位置 那甚至是說如果我們要進行一些 足懷訓練的時候 比較常見的方式 如果我們是剛腳踝受傷恢復的病人 一樣可以用坐著移植 腳勾得到嗎 腳勾得到 那這個部分呢 主要是做一些本體訣的訓練 所以我可以很簡單說 來 現在幫我的腳 從一 二 三 六 九 那我的動作就可以 很明確地做出來 所以這樣的數字踏墊 其實就可以幫助我們 在臨床的時候 給病人更明確地指引 他也可以回家 回家也可以知道說 我應該做什麼樣的動作 或是數字順序 不容易耶 一 二 三 六 九 然後手要 腳要馬上移動 所以我們會先從 坐姿的部分開始 對 那 可以給的指定是 右腳開始 那一 二 三 六 九 這樣做一個前後動作 那我們當然進步的時候呢 我們請我們的病人站起來 那一樣我們做一個 來 一 二 三 六 九 那甚至也可以搭配說 站在五的上面 好 來 單腳站 好 單腳站立的時候 一樣喔 來再一次 來 一 二 三 六 九 這樣的順序就看我們 當時的病人的狀況 我們會去做調整 預防失智也有效 這也可以 對 再來一個叫做切形板嘛 放縱的是後腿肌 舒緩扭傷 這個板子呢 我放在我的診間裡面 很常病人都問我說 這個是不是斜坡板 對 其實它很像 但是你也可以拿來 也可以拿斜坡板 來做一樣的事情 那這斜坡板其實很簡單 我們今天在進行一些放鬆的時候呢 其實只要把腳踩上去 平常我們在進行訓練的時候 我們可能如果我要放鬆我的 小腿後面的肌群 我可以用弓箭布的方式來放鬆 但是其實如果說我們要針對一些 特定的動作加強的話 踩上這個斜坡板 它的角度是可以加倍的 真的嗎 更加可以拉緊 我們腿後的肌群 所以這個也是很常見 可以在家使用一些斜坡 或是斜坡的方式 就可以對我們小腿後面的肌群 做更有效 而且比較精準的部分的放鬆 我們再看一次剛剛那個動作 你踩上去之後的弓箭布 所以家裡用斜坡板的部分 踩上去之後 另外一隻腳再往前跨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後腳它的角度 我們小腿後面是被拉得更緊的 那這個時候呢 再試情況再往下 所以角度的部分 其實就是它受傷的情況 或是復原的情況可以做調整 我是光維音 請到聚焦2.0 YouTube 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0 FB 點贊